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陳宅主 今天分享一道手工菜式 煎毒白花蟹鉗 我會詳盡分享 打蝦膠步驟 不需要加入其他材料 只用冰鮮蝦都可以做到爽口 打牙 配搭從葉蟹鉗做出來的效果 非常之美 而且還很好味 記得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多謝支持 首先介紹一下材料 材料有夹凍從葉蟹鉗8隻 這些蟹鉗是預先煮熟了 再夹凍出售的 在日式百貨超市可以買到 另外有冰鮮海蝦白白黑 大約一斤多些 調味料方面 在影片稍後會有詳細講解 事不宜遲準備去片 在製作步驟 冰鮮海蝦買了回家 我們首先把它浸洗乾淨 如果用凍凍海蝦的朋友 就預先大凍再清洗乾淨 洗乾淨海蝦之後 我們少做瓊水 然後就可以開始剝殼 在這個工序 我們需要一些耐性和時間 剝掉蝦殼 剝殼 蝦殼就剝掉了 現在我們進行另一個耐性的訓練 就是用牙籤 將蝦腸挑出 當蝦腸挑出之後 我們還需要用廚房紙巾 將蝦肉的水分吸乾 下一步我們用刀身 將蝦肉拍扁 當拍扁完蝦肉之後 我們再用刀背 將它剁碎 我們慢慢剁 將它剁成蝦肉 當蝦肉剁了一會兒之後 我們可以將它反轉 再用刀背 繼續剁它 務求令剁出來的蝦肉 更加平均 當刀到蝦肉 黏結的狀態就完成了 下一步 我們將蝦膠放入大碗 加入鹽半茶匙 糖半茶匙 胡椒粉小許 魚露素滴 魚露素滴 麻油素滴 蛋白一隻 三粉四茶匙 調味料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開始打蝦膠 我們順時針方向 將蝦肉不停攪拌 直至蝦肉呈現黏結 和有彈性 要做到這個效果 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蝦肉 就攪拌了大約四分鐘左右 已經出現黏性的狀態 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搭蝦肉了 我們要將蝦肉達至起膠 增加蝦膠的彈性 整個過程大約需要搭回十數下 打好蝦膠之後 我們用保鮮紙包好 放入雪櫃冷凍一小時 下一步可以處理蝦鉗了 解凍這些蝦鉗 我們用清水 沖洗蝦鉗直至溶雪就可以了 然後再用廚房紙巾 將水分吸乾備溶 入雪櫃 蝦膠就在冰箱冰了一个小时了 我们现在把它取出 再平均地分成百分 分好之后用手尖小去水 将蝦膠放在手中略为压平 然后将蝦膠包住蟹茄 搓成椭圆形状就可以了 包好了一只了 再包多一只给大家看 好了包好了 现在开始煎焗 下一步我们加入少许油 用中火将平底锅鱼热 预热好之后我们转小火 将蝦膠加入 没有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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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要夹 大家都给大家看 这个照片 就像我一只 那个样子 有inta 这就是 下个人 很久! 这样子 當所有蟹鹹加入之後 沒有肉腿,繼續用小火煎一會 現在的蟹鹹煎了1分30秒左右 我們現在嘗試把它反轉 蟹鹹就反轉了 亦都呈現了非常漂亮的金黃色 這個時候我們加一袋 焗它生了 30秒 鬥中 我們打開蓋 將蟹鹹反轉多一次 反轉之後 我們加一蓋再焗多30秒 就完成了 夠了 我們再次打開蓋之後 就可以熄火了 在這個時候 一道非常漂亮的手工菜 就完成了 最後 如果你都喜歡我分享的 煎焗白花蟹鹹 希望你給個like我 和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下次見 拜拜 會不會 你就會留下